- 明天早安 觀眾朋友阿彈です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彈彈 歡迎收看今天的小小粉絲新卡點評視角 那在開始之前一樣先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前陣子因為RE4比賽的關係 一直沒有時間去更新影片 然後這次新卡點評出來之後也因為 剛好我去拔赤齒 這幾天人很不舒服所以比較晚更新啦 跟大家說一聲 すみません 但要更多道歉我是不會的 好啦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來看一下這次的新卡資訊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張是復仇者的職業紅卡 宰惡指甲潘朵拉 8888 體質進化888 無法被敵方能力指定 而且無法對這從者進行攻擊 入場局給予敵方從者全體減8減8的效果 那進化時會使敵方主戰者生命值最大轉變為8 如果自己排隊中的卡片招數為2以上 則會使排隊中的卡片招數轉變為1並使其余卡片消失 這張牌很多人在討論 然後也覺得很多人不明 所以目前我自己想到的現階段有的兩個方案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呢是這個烏拉諾斯 手上扣個烏拉諾斯喔 然後你這個拍下去基本上 基本上是全解啦 大部分情況 場面是全解了對不對 然後下一趟利用烏拉諾斯去做一個斬殺 可能是一個方案 另外一個方案呢是加入現有的這個機械酬體系 可能掛個一張到兩張 那因為機械酬體系我們有塞牌 這個東西如果太早進來我們就把它塞回去 也沒有到太差 那加入機械酬為什麼呢 機械酬我們有這個水閃跟雷流 那這個水閃呢會跳出來打3加3嘛 可以打6嘛 那再搭配這個雷流 雷流的話入場會拿一個零費的吉池 所以我們只要在手上扣一張零費的吉池 到8費的時候跳出一張水閃 然後拍下這張栽惡之夾潘朵拉的話 就可以掃場 然後水閃打頭6 再搭配手上的零攻吉池 兩攻吉池下來就可以達到一個8點的傷害 目前看起來這兩個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 那這兩個裡面我覺得 機械酬那邊這個可行方案比較高一點 但因為這版本我機械酬練的沒有這麼多 我自己覺得不是到這麼需要這個 可是確實是一個有機會幫助你 更好機會去斬殺的一個組件啦 我覺得就遇到一些比較奶的職業 你可能分段性的傷害會被回起來 那這個的話會讓你直接Downton去做一個爆發斬殺 所以或許是一個可以討論進購組的東西 就我目前幫他想到的工作啦 那未來如果有其他工作的話那是未來的事情 那這版本如果有機械投玩的比較多的玩家也可以 在底下留言討論一下有沒有 沒有機會如我所說的那樣的方式進購組 利用這個雷流的嶺然後搭配水閃去做一個OTK斬殺 大家可以討論看看 然後看完這張牌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牌 下一張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死靈法師的職業紅卡 復活之神636的體質進化658 自己回合中每當有王者召喚進入自己戰場時 會死因素6給予該從者即時的效果 入場去王者召喚3 那進化時會再發動一次王者召喚3 王者召喚3最重要的應該就會是三倍的金卡射手 進入戰場的時候會全場跟打頭1 那如果是因能力而進入戰場的話會變成掃2跟打頭2 那這一張牌就可以去拉這個射手所以你前面利用葬送的東西去葬射手 6費的時候準時復活之神 基本上6費應該會有死靈數6以上了 那多一點的話有機會12 搭葬送走那邊12感覺是輕輕鬆鬆 那死靈數12的話你在6費拍下去就會是 兩隻射手都獲得幾尺 這樣子會是3點加3點6點 然後因能力而進入戰場各掃2 那就變成10點 所以你在6費的時候是可以壓進化打一個10點的爆發 聽起來好像比現在的葬送的644聽起來痛多了 對吧聽起來是痛多了 而且你構築的部分是可以穩定拉3的 就是你只要帶3費的射手的話 某方面來說比644穩定一些 但是這個到時候就是要去組組看 看其他的這個組件要帶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還蠻期待這個體系的 畢竟這個老師真的好正好騷 不是 我是說這個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目前看起來這張牌應該是搭射手沒什麼問題的 我們到時候在改版之後我們再來玩一下這個 6費的這種 王昭山的死靈喔 好看完這張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的話是死靈的金卡 震地震角 1費的金卡法術 如果葬送與發動則會抽一張 隨後如果在本回合當中已經發動葬送的次數為2次以上 則會抽取一張牌 1費葬送抽一 然後如果你這回合葬兩次的話會再抽一 嘿 就 就就就就強力過牌吧 葬送的強力過牌好像沒什麼好討論的 就你要玩葬送軸這個東西應該是 應該是100%入購組吧 有不入購組的理由嗎 我暫時想不到 可能如果1費賬太多的話可能有機會變少 但這個東西應該是怎麼看怎麼強 所以 搶牌好像不用討論 搶牌 搶牌就是搶牌 好不好就是搶牌 好那看完這張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皇家的職業紅卡 約定之榮耀高文 22的體質進化24 本身自帶一個途徑 陸長曲協作5抽一張 陸長曲協作10死者同種的進化 陸長曲協作15獲得吉池 陸長曲協作20獲得必殺守護 與下一次受到傷害轉變為0的效果 我看留言版很多人覺得這張牌很爛 我必須說我自己 也沒有覺得很強 但你說到爛嗎我覺得可能也不到爛 只是不如預期而已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他本身有自帶途徑 所以你怎麼樣協作5很輕鬆嘛 你就下來當一個2費抽牌 然後還可以 突進解一張 沒有到很爛 但不是很厲害 那協作10的話會進化我覺得 重點會擺在這個協作10 他會去湊進化 所以未來可能如果又回到進化體系的皇家 他可以使用 然後 你有吉池 你在協作15的話會是一個2費的4次吉池 然後還有帶進化 所以 協作5皇那邊 協作進化的那種5皇那邊可能有機會投入購足 不是可能有機會 是 協作體5皇那邊是一定會進購足的 那 未來如果 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有進化走的東西的話 是純進化走的 這張應該不錯 他可以幫你堆進化 然後 又有機會在後期打一個4點 2費打4點的傷害 也沒有到特別差 不是太強 但沒有特別差 但我自己看中的是他這個自動進化能力 協作10就可以自動進化 我自己覺得 還不錯啦還不錯 我認真講還不錯 但比較大的問題是如果你是帶這個5倍的頂峰將軍的話 把這個拉出來看起來好像有拉跟沒拉一樣 因為他本身就帶一個途徑了 所以 可能帶頂峰將軍然後拉到他會很想哭而已 但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啦 我自己覺得 反正就 就 就這樣吧 你說這張爛嗎 我覺得可能沒有到爛啦 但是就是不如預期的強 就是不如預期的強 那如果真的要給他一個評分的話 我覺得就是3.5分 一張會選用堪用的牌 但是不夠厲害 但也不會到3分以下的價值 我自己覺得 好看完這張之後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中立的職業紅卡 米家樂231的體質進化253 順便召喚自己回合開始時如果葬送10 則會將一張卡片由自己的排隊召喚到帳上 隨後回復自己的主戰者 2點的生命值 然後會 途徑 協作時 然後跳一張出來 然後補血 喔 好像 葬送死靈那邊還不錯 因為協作堆的狗幹快 葬送死靈拿來補血結場 好像沒有很差 感覺葬送死那邊 如果有 如果有位置 我只能說 如果有位置 可能可以考慮帶一下 可能可以考慮帶一下 然後再來是 協作的體系皇家 協作皇家 他 缺補血可能可以帶一下 如果未來缺補血可能可以帶一下 而且他跳出來還可以幫你堆 所以 喔 但這張牌我卻沒有到很強 但就是一個可以帶的選項 我只能說他就是一個 你協作堆很快的職業可以帶的選項 但是不是一個必帶跟你一定需要帶 跟需要帶的東西 然後甚至他給的能力就一般般 但等於說你每合多一個三一圖 也沒有每一個回合 就是 寫完協作之後可能四五圈的時候會開始多一個補量底血跟三一圖鏡 但是我覺得他如果不是葬送死靈那種可以把牌占掉的話 假設像是協作皇 你把這張抽上來會很想死 好啦協作皇帶一張啦 跳出來算賺到 怎麼樣 啊 他帳送死感覺可以帶滿 如果有 如果有位置的話 啊其他職業 暫時想不到還有什麼職業 比較適合帶他 妖精也協作堆很快啦 可是不會想帶這個東西啦 所以 妖精應該高級不帶 其他職業應該是不會帶到啦 我說真的 覺得這張牌有點小小的意義不明 但不是一張 完全不會帶的卡 但是有點 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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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分 不夠好 下一張 聖放舞者 221的體質進化 2-3 入場局如果自己在場上有進化後的從者 則會使這個從者進化 那進化之後 謝幕局會抽一張卡片 這張牌跟之前皇家的一張 二費場上有進化後的從者的效果差不多 就是下去會直接進化 然後謝幕局會直接抽一張 好厲害 他多了一個謝幕抽一 這個挺厲害的 所以 未來進化者體系的牌 應該全部構築都會帶他 而且他是中立的 他會幫你過牌然後會幫你進化 強牌 就進化體系的 4分4.5分的牌吧 沒什麼毛病的一張牌 強牌 就是強牌 進化體系 好不好 未來 未來進化體系回來這東西肯定是進攻組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目前 截至前幾天的一個 新卡資訊 我知道今天有幾張新卡 但我們就留在明天的影片再講喔 好的 那麼新卡資訊就到這邊 概括段落 那我們剩下的 明天的新卡點評再講囉 拜拜 拜拜